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宫秋 汉宫秋的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王昭君被汉原帝送出赛和亲的故事 之后他多有改编 本来呢是皇上把他派出去的 结果他在里面写的却是汉原帝跟王昭君有爱情 然后呢毛岩寿是画师 画师毛岩寿把美人图献给了忽寒爷禅于 匈奴的禅于带着大军把汉人给围困了 然后逼着汉人交出的王昭君 所以这个其实也比较狗血 但是我就不讲了 马志远的汉宫秋 第四个 郑光祖的妾女离婚 就刚刚说的那个有混蛋的那个 故事也极为狗血 郑光祖的妾女离婚 张妾女也是被指妇为婚了 她刚生下来 还没生下来就就就被这个两家就定好了 结果对方那家呢生了男孩 但是人家家里面老爸死了 家到中落 男孩成年了也来提亲来了 说我来娶妾女 妾女的妈就说 哎呀赶紧叫哥哥来认个哥 又是那一套 结果这个书生可比张生有出息 直接就问了 姨妈 你的意思难道是想毁婚吗 我听我母亲说 在我没出生的时候 这桩婚事就定下来了 现在你是不是因为我家里比较穷 你想毁婚 我欠你的妈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毕竟我家就这一个宝贝女儿 岂能嫁给一个白衣 又来那套 没问题那我去考 考不上算我自己没本事 然后就走了 而这个小伙子气宇轩昂 模样又比较好 倩女其实爱上这小伙子 书生刚一走 倩女追出来了 等等我带我同去 然后说书生 书生说 啊你母亲同意了 没有 我是自己私自跑出来的 说这可是私奔的 对一个女子来讲 这个可不得了 不行 倩女说 我作为一个女子 为了爱情我都敢跟你跑 你竟然不敢带我 他原谅咱们 两个人带着钱 就来到了家里 回到家 一个月以后来到家 来到家里以后呢 这个倩女呢 就说我都这么长时间 没有回我房里看了 我想去 我房里先看 你跟我妈先聊吧 之后就走了 书生自己就跑到了 倩女的妈妈呢 倩女的妈一见书生 呦 状元爷 什么什么的啊 哎呦 母亲大人 您可不敢这么叫 这折煞小人 我后悔了 当年直接把倩女嫁 你就好了 现在还非让你考科举 太麻烦了 没有没有没有 是我们不懂事 私奔了三年 给你也添了很多麻烦 不对啊 你走了以后 我家倩女一步都 一步都没有出过门啊 什么叫私奔了 说 不对吧 已经跟我在一起 生活三年了 这就让咱们想到 中国古代这种 谈鬼论胡的故事 太多了 聊斩这一里面就至少有五六个这样的故事 说一个书生爱上了邻居千金大小姐 但他不敢提 当天晚上呢 这个女孩就敲响了他的门 就住他家了 第二天早上又走了 每天晚上都来 时间长了 跑出去到处一看 你脸上有妖气 你家进了狐妖了 然后他在门上贴着服务的 狐妖进不来了 才会说 哎呀 你这个书生 你恩将仇报 我看你太思念他了 我就变做他的模样 来抚慰你可怜的受伤的心灵 结果你现在还反而恩将仇报 聊斩里面这种事特别多 对不对 聊斩故事很多 哇 两个一看 不会吧 你现在说那个倩女现在在哪 说说 他说先去自己房里看看 他说不好 我女儿卧病在床很久了 走咱们赶紧去看看 两个人相互搀扶着 走到了倩女的房门 其实就是那个魂魄出窍了 这个魂魄 就跟张 这个时候出生 生活了三年 回来以后 他到自己房里看见自己了 也很惊 也很惊恶 所以这个角色就是 魂蛋 这个角色是魂蛋 这个魂蛋呢 跟正蛋两个角呢 就一起唱了 然后就合体了 一个是肉 一个是魂 一个是body 一个是sore 然后叉 合体了 那混蛋就下去了 肉 什么 正蛋还在那 正蛋 就这么简单一个故事 跟那聊斋没关系 我刚刚故意吓你一下 下一个 白婆 梧桐雨 梧桐雨的故事就是 杨贵妃和唐玄宗的故事 这个我就不信你不知道 杨贵妃是个美女 然后跟唐玄宗两个人 就这些相爱了 唐玄宗就从此 君王不早朝 六宫粉带无颜色 从此君王不早朝 这长恨歌里都有 那最后 安禄山发动了 这个造反 安史之乱 安禄山一路带着兵马 来入铜关来打长安 铜关本来一守难攻 非常容易守得住 结果朝廷却派了 杨贵妃的唐哥杨国忠 这个比较 爽的一个 宰相杨国忠去守 结果没守住 被安禄山打进来 把长安都给打下来了 把首都都给打下来了 结果唐玄宗他们就撤了 他们就往成都撤 撤到路上一半的时候 军队就不走了 因为军队这种撤退 是一种非常好的办法 对方气势正盛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去 人家连打胜仗 然后你在那跟他拼了 你拼不过 你就先躲避他的气势 等他气势减弱的时候 你再找机会再反击 结果这士兵们就在半路上不走了 滑遍了 就说我们有今天的下场 郭子怡那帮人 有今天这个下场 完全都是奸向杨国忠所害 我们要求把杨国忠处死 唐玄宗就下令把杨国忠给干掉 其实罪魁祸首就是不早朝的 不早朝的唐玄宗 他自己自己用人不对嘛 用人不输 把那个安禄山给提拔成了三振节度史 一共全国有十个司令部 他让安禄山当其中三个司令部的总头 那你这不是自己找事吗 很信任他 就是那安禄山不是个好货 然后士兵们就把这个要求把杨国忠给杀了 就把杨国忠给杀了 士兵还是不走 不行 还得把杨贵妃给杀了 杨贵妃是杨国忠的妹妹 有朝一日我们打了圣仗 我们回到了朝廷 我们这些军队里的骨干 这些领袖 自然会遭到杨贵妃将来对我们的暗害 他肯定因为怀恨在心 然后会在你耳边说坏话 到时候把我们全收拾了 所以我们要求把杨贵妃也都干了 结果陶贵妃就刺意三尺白练 杨贵妃就把自己删掉自杀 高历史看杨贵妃自杀 直到如今你到长安去西安 你还可以看到华清池 对不对 还可以看到他们曾经在一块天天谈恋爱的场景 大家都会写他们的美好的爱情故事 但实际上这仍然是女性为牺牲品的 你说治理国家又不是女人的事 出了点事了要拿这个女人开刀 中国人只要稍微出点什么霍国殃民的事 就把责任推到女人身上 所以女士优先 伤咒王是苏打几害的 我以前跟你们说过 对吧 只要是出什么事 就赖到女人身上 这还是纳兰幸德写的 木兰花令写的好 说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等闲便却顾人心 却到顾人心一变 什么离山雨霸青交半 泪雨淋淋终不愿 他说 你哪里比得上 就木兰花令尼古决绝词 是分手词 千古第一分手词 写分手写的最牛的 说人生如果都像刚刚见面那样 彼此欣赏 彼此喜欢 又怎么有后来的秋风悲化善 就是被抛弃 被轻易的抛弃这种画面 秋风悲化善也是一个典故 我就跟你不讲 就怎么会有后来的相互背叛 抛弃这种事呢 时间过去了 你的心已经变了 你却说人心本来就是那么容易变 在杨贵妃死后 唐玄宗回来的路上下起的一阵雨里 听到了那叮铃叮铃的马脖子上的铃声 写了雨淋淋这首曲子 刘勇的雨淋淋是根据这首曲子填的词 瑞与淋淋终不愿 何如庆 你甚至都比不上唐玄宗 这个无情无义的家伙 就连唐玄宗 在杨贵妃死后 还能惦记着 他跟杨贵妃活着的时候 许下的 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礼之的这种 当日许下的愿望 这种誓愿 这就是木兰花令尼古爵词学 太好了 千古第一分手词 分手的时候就说 人生如果就像刚见面一样 哪来的后来互相抛弃呢 你还比不上唐玄宗对杨贵妃做的 杨贵妃对他多好 他最后把杨贵妃给弄死了 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 最后一个 纪军祥的赵氏孤儿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讲了 这个终于知道 终于知道一个 赵顿氏君 是吧 好 杂剧咱们就说到这 就讲的够多了 其实杂剧呀 没有机会带你们看 看你出戏 看你出这经典的本子 有些带你们看看什么 牡丹亭啊 桃花扇啊 西乡记啊 哇 看了你 你就知道 这个中国古典的爱情戏 真是很狗血 又臭又长 但是还是很有艺术价值 好 咱们就讲到这了 最后呢 明清小说 简单说几部吧 明清小说 第一部 明朝初年的 罗冠中的三国演义 对不对 罗冠中本来是一个剧作家 后来他觉得 哇 写小说才挣钱呢 于是他想挣更多的钱 他就写了三国演义 他先做了客户调查 问那些他的朋友们 你们最爱看什么书啊 什么故事啊 要是看买本小说 你最想买本什么样的小说啊 他们说 我们都想看三国故事 因为三国的故事 早都被民间的说书艺人 编了很多话本小说了 关云长 单刀附会 金州刮骨 温九展望兄 这些故事 早都在民间流传了 不是他罗冠中编的 罗冠中好啊 爱看三国 我这个资料又丰富 我又当过兵打过仗 罗冠中参加过张世成的起义军 当过军官 他打过仗 三国里不打仗吗 而且大家又爱看 将来能挣笔大钱 好啊 他就写 写完果然火了 所以你看三国演义里面 打架斗殴的场面 写的比较差劲 刚上来 关云和张飞就要打架 对不对 这个画面 如果让施难安写 那就写绝了 施难安写 街头打架写的太棒了 武松对打蒋门神 是不是 历历在目 对不对 一说起来 咱们眼前都能浮现 鲁达全打正关西 多帅啊 写的 是不是啊 太好看了 浪里白条张顺 把李逵摁到水里给揍了 写多好啊 结果你看 关云张飞当事豪杰 两个人要打架了 马上 这个场景 他竟然写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但是他千军万马之中 战争 却不得了 赤立之战写的好 官渡之战写的好 对不对 没场大战 没场大战写的特别特别好 但是打架都写的不好 而施奈安也被张世成邀请去参加起义军 他没去 所以他没见过打仗 所以他打仗写的烂极了 同贯他们带着人去围剿水破梁山的好汉 你根本就看不到千军万马 你看了半天也想不出半个士兵的人影了 但是他街头打架都写的太强了 因为他老在杭州一带看见街头流氓打架 这就叫生活 你艺术是源于生活的 你如果一点生活经历都没有 你怎么写得出来 你再天才 比如咱班 比如说找一最天才的学生 给你一万年 让你能活一万年 好 把你关在某个封闭的地方 好吃好喝伺候着 让你给写一篇三国演 写一本三国演义那样的书 你也憋不出来 因为你没见过打仗 根本也憋不出来 你能写出很多科幻小说来 但是你写不出三国演义来 要有生活 后来施难安写了水浒传 只写了七十回 写到梁山英雄 一百单八将排座次 聚意一堂 没了 但后来朝廷不满意 你这什么意思 造反的土匪在那 获胜了朝廷是干什么的 朝廷不满意 于是罗冠中就拿起施难安的剩下的本子 给续了后面的部分 所以水浒传是两个人写的 施难安 罗冠中 所以后面打仗写的还挺好的 施难安写的稍微有点难度 因为他写的那些人本来都不是一个时代活着的 宋江和花和尚鲁志生这些人就不是一个时代的 就他们的时代是错位的 宋江确实确有其人 海贼宋江 在东南一带活动 而不是什么水泼梁山 在东南一带活动 在海上活动 海贼宋江 林冲这些人都确有其人 但是他们都不是一个时代 也不是朋友 他把这些人传起来 也费了不少劲 刚才传了32个人 后来觉得不过瘾 我再扩一扩 扩来扩去扩来扩去 扩了108个 后来明朝的中后期的作品 吴承恩的西游记 吴承恩西游记很牛啊 上来先说 这个世界一共有多长 有12万多年 10800乘以12 说这有宇宙的长度 他想的太少了 他想的太少了 其实地球都几十一年了 他想的太少了 他说鸿蒙一开之后 大地有四大洲 一个东圣神州 东圣神州 西牛鹤州 南瞻部州 北巨卢州 对不对 然后这本书单独写的 就是东圣神州的故事 东圣神州 有一个 有一座山 叫花果山 在一个岛上 对不对 这花果山里 这样那呀 长了一块神石 里面有九个眼 七个洞 说明了九个眼八个洞 说明是九宫八卦 他高呢 是是是是多少多少 象征着啥啥啥 他宽呢 是二尺 二丈四尺 象征着二十四节气 对 高是三丈六尺五寸 象征着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你如果看过西游记 你就知道 我说是西游记最前面的内容 但是我估计 你都没有看过原版西游记 吴承恩写西游记 更夸张 他手上的材料只有 大唐三藏法师 西天取经平化 里面只有俩主角 这个闯关的team 只有俩人 一个是三藏法师 一个是个猴 那猴没什么本事 跑来跑去是一刨腿打砸的 强妖除魔都是三藏法师 法力无边金铲子转世 在他的书里把猴变牛了 把唐僧的攻击力防御力 都削弱到极低的程度 又把曾经的那个管理沙子的沙神 在平化画本里 变成了他们这个team里的一个 一共只有四五句台词 大师兄不好了 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二师兄不好了 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大师兄不好了 二师兄和师父都被妖怪抓走了 师父你别怕大师兄会来救我们的 师父大师兄说的对 大师兄师父说的对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 这几句台词没了 打酱油的来了 在那最成功之处在于 加上了猪八戒这个形象 独创了一个猪八戒这个形象 写得如此的好 如果没有猪八戒 这个故事就没得看了 孙悟空过去碰碰 看见师父有妖怪 他说OK收到 碰碰碰 打完了走吧 好走吧 没有人捣乱 没有人添乱 没有人磨叽了 没有人在那傻呵呵 扇着耳朵 吐着口水 轮着钉耙 没有了 这就是他成功的地方 主要在猪八戒 然后冯梦龙的三言和林蒙初的二拍 三言二拍 三言二拍是传奇小说集 里面有很多非常棒的故事 不管是什么 余伯牙 摔琴 谢知音 和杜石娘 怒尘百宝香 这种经典的故事 全都在三言二拍里 是明代的珍贵的小说合集 然后呢 清代的有 红楼梦 中国古代最牛的一部长篇小说 完全独创的 不像其他几部 还从画本小说里抄点改点 他没的可改 直接自己写的 所以最牛 然后呢 辽斋志议 中国古代最牛的短篇小说集 中国古代传奇笔法 智怪体笔记是 谈胡论鬼 异样故事 文言短篇讽刺小说集 来写下来写下来写下来 这太恐怖了 我刚刚说这个 这个介绍太恐怖了 太长了 下一步 有另外一步 中国最成功的 视镜生活是 画卷展开笔封 长篇多件错 官场讽刺小说 然后还有 纪晓兰 纪云的 粤威草堂笔记 里面有很多 谈胡论鬼的故事 也被成为中国古代的一篇 散文小说合集 也很有名 纪晓兰的 粤威草堂笔记 也非常有名 还有沈父的 福生六计 地位齐高 这个 第五本刚一出来 就被日本人给买走了 因为里面写了 钓鱼岛的事情 说明 当时 钓鱼岛的确是中国的 所以 附生六计 四本一共只有 后两本是早都被认为丢失的 2008年第五本出现了 被日本人高价买走了 2008年买走的 2037年就解禁了 2038年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第五本里写的内容 现在是签着保密协议 这就是福生六计第五本 好了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明清小说 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 同学们下课